聊债之意 普松林 白话翻译 贾珊珊 小二 腾县有个叫赵旺的人 夫妻两人都信佛 不吃婚姓 在乡中有善人的名声 赵家小有资产 赵旺有一个女儿叫小二 相貌美丽又十分聪慧 赵旺特别疼爱她 小二六岁的时候 赵旺就让她和哥哥长春一起从事读书 前后学了五年 小二已经把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她有一位姓丁的童窗 自子墨 比小二大三岁 她文采不凡 风流倜傥 和小二倾心相爱 丁生将自己的想法悄悄地告诉了母亲 母亲派人向赵家求婚 谁知赵旺一心想把小二许配给大户人家 于是并不应承 不久 赵旺被白脸教蛊惑 参加了秘密活动 天启年间 白脸教首领徐红如起兵反叛朝廷 因此 赵家全家都成了乱民 小二因为知书达理 悟性极高 凡是剪纸为兵 撒豆成马这样的法术 一看就精通 当时 徐红如有六个女徒弟 最出众的就是小二 所以 徐红如把拿手的法术都传给了小二 张旺也因为小二的缘故 身为徐红如重用 这时 丁生已经十八岁了 正在献学读书 从不肯谈婚曲之事 只因他对小二念念不忘 终于有一天 他悄悄离开家 投奔到徐红如的麾下 小二见到丁生喜出望外 对他的礼遇远远超出了长阁 小二因为是徐红如的得意弟子 主持军中事务 昼夜出入 连父母也不能干预 丁生每天晚上都和小二见面 每次见面都遣散左右 两人常常谈到半夜三更 有一次 丁生私下问小二 我这次来 你明白我的真正目的吗 小二说 不知道 丁生说 我到这里并不是想攀附白莲教以求得功名 我到这里其实是因为你呀 白莲教终究是旁门左道 绝不会成功 只会自取灭亡 你是个聪明人 从没考虑这一点吗 你能够跟着我逃出这里 我绝不负你 小二茫然若有所失 沉吟片刻之后 他仿佛一下子从梦中醒来 说 对着父母偷偷逃走实在是不易 请让我与父母道别 于是两人来到赵旺夫妇跟前 与二人陈述其中厉害 赵旺仍不悔悟 却说 我们的师父是神人 难道还会有错吗 小二明白怎样说都是枉然 于是他把少女的垂发结成了妇人的发际 并剪了两只纸妖鹰 与丁生各起一支 那两只纸妖鹰展开双翅 像比一鸟一样 双双朝着远方飞去了 到了黎明时分 他们来到了莱武县境内 小二轻轻撵一下鸟的景象 妖鹰立即收拢翅膀 双双落在地上 小二收起纸妖鹰 将两只纸简的驴拿出 两个人骑着驴来到北山 假托时逃避战乱 租了间屋子住了下来 因为他二人是匆忙出来 行装都没有戴齐 柴米更是没有着落 丁生特别忧虑 只好到邻居那里借点粮食 但是没有借到 小二的脸上却一丝愁容也没有 只是把自己的金簪耳环点当了应急 然后 夫妻二人闭门静坐 或猜灯迷 又或用以前读的书拷问 并且以此一笔高下 书的人要被对方的手指敲击手腕 全当惩罚 一位姓翁的人住在他们的西边 是个绿林英雄 有一天 翁某劫掠财务归来 小二说 一经说得好 靠邻居可以支付 我担忧什么呢 暂且跟他借一千两银子 他还会不借给我吗 丁生感到这件事十分困难 小二说 我要让他心甘情愿地把钱送过来 于是 小二捡了一个纸判官 埋在地下 上面又盖上了一只鸡笼 接着 小二同丁生一起坐在床上 烫上一壶老酒 翻出一部粥里 星期九令来 他们无论谁 一说是该书的哪一册 第几页 第几行 二人同时查找 谁说的这一行中如有食部 水部和油部偏旁的字 谁就要喝酒 假如这个字与酒有关 就要加倍罚酒 不一会儿 小二正好翻到周里 天官 酒人篇 丁生就倒了满满一大杯酒 催促小二快喝 小二于是祷告说 假若银子能够借得 你应当一下翻得银子不守的字 轮到丁生了 他信手一翻 正是周里 天官 别人篇 小二高兴的大笑说 事情已经办妥了 立刻为丁生倒了一杯酒让丁生喝下 丁生不服 小二说 你是水族 应该像憋饮水一样饮酒 他们一边行令一边说笑 只听见地上的鸡笼里嘎然作响 小二站起身来说 来了 二人将鸡笼打开查看 有一个装满银子的布袋躺在那里 里面满满的都是银子 丁生不禁又惊又喜 后来 翁家的老妇带孩子来小二家中玩耍 悄悄地对他们说 那天主人刚回到家 点招灯坐着 屋里的地面忽然裂开一个大口子 深不见底 从里面走出一位判官对他说 我是地府负责督捕盗贼的私利 泰山帝君要召集阴间的官员 编制一份强盗罪行部 需要一千架银灯 银灯每一架重十两 你捐出一百架银灯 就可以把你的罪孽一笔勾销 主人听后胆战心惊 连忙焚香倒败 献出一千两银子 判官拿到银子后才从容地回到地府 随之地面渐渐恢复原状 小二夫妻听了这番述说 故意嘖嘖地称奇 装作十分惊诧 从此以后 夫妻二人逐渐地购置田地 牛马 续养仆役和婢女 还建造了自己的宅地 村里几个无所事事的小混混 看到他们那么富有 就纠结一些为非作歹的人 翻墙入院 想要抢劫丁家 丁生和小二刚从梦中惊醒 发现火把将院子照得明亮 满屋都是强盗 有两个人冲上来抓住了丁生 还有一个人竟然伸手要摸小二的前胸 小二光着上身一跃而起 用食指中指指点着强盗 大声训斥道 指 指 十三个强盗立即全部定住了 他们站在那里戴若木鸡 像木偶一样 小二这才穿上衣裤下床 招呼家人 把强盗们一一反绑过来 迫使他们交代为什么抢劫 然后 小二指责他们说 我们离开家乡到这里隐居 希望得到你们的扶持 没想到 你们不仁不义到这种地步 谁都会有穷困的时候 你们手头缺钱不方明说 我难道是那种只估自己发财 而一毛不拔的吝啬鬼吗 像这样不义的行为 本应该全部杀掉 但我还是有所不忍 姑且放你们走 以后胆敢再犯 我绝不宽恕 强盗们慌忙谢恩 逃之夭夭 过了不久 徐红如兵败被官兵勤获 小二的家人都被杀 丁生用重金赎回小二的哥哥赵长春的幼子 那孩子才三岁 丁生和小二将他视为己出 让他改姓丁 名叫成桃 于是 村里人慢慢明白了 丁家是白莲教的亲属和后代 当时 正赶上蝗灾 蝗虫吃掉了许多庄稼 小二捡了几百只只药鹰放在田中 吓得蝗虫不敢靠近 不敢飞进小二家的田中 因此 小二家没有遭受宠害 村里人都嫉妒得要死 大家结伙向官府告发他们 说他们是徐红如的渔党 县官垂涎丁家的财富 视丁生夫妇为祖上鱼肉 于是抓了丁生 丁生用重金贿赂了县令 这才免于一死 小二说 我们的财富来路不正 有些善事也是应该的 但是 此处是人情险恶之地 不可久住 于是二人低价出售家产 然后就离开了那里 迁居到异都的西边 小二为人灵巧 善于积累财富 在经营谋划方面胜过男子 他曾经开过一座烧制琉璃器皿的工厂 凡是招收来的工人 小二亲自指点他们 工厂生产出的棋子和灯具 款式新颖奇特 其他工厂都望尘莫及 所以 产品出售得很快 而且价格很高 过了几年 丁家的财富巨增 在当地成为首富 小二对奴仆的监督考察十分严格 他手下有几百人 没有一个是多余的闲人 闲暇时他常和丁生 品名下棋 或者看书读史作为娱乐 但凡金钱粮食的收入支出和家仆的工作等等 每五天他要检查一次 小二亲自打算盘 丁生为他检查账本和登记簿 小二奖赏勤劳的人 懒惰的人要受鞭吃或罚贵 每隔五天休息一晚 这天可以不上夜班 夫妻二人摆上韭菜 把丫鬟蒲姨们叫来 让他们唱一些地方俗曲取乐 小二明察秋毫 似乎得天上神明辅助 没有人敢欺骗他 他给下人的赏赐总是超过他们的劳动和付出 所以 任何事情办起来都很顺利 他们村里共有二百余户人家 凡是家贫的 小二都着亮给些资本 让他们自谋生路 从此以后 这个村子不再有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一年 正遇上大汉 小二拜托村民将祭坛设在野外 他每天都乘教来到野外 在祭坛仿效当年大雨的布台 做法行咒 于是 甘霖大将 使许多农田得到灌溉 从此 人们更加把他奉若神明 小二外出从来不用面纱遮面 村里的大大小小都见过他 有一些少年聚在一起 悄悄谈论他美丽的容貌 等到迎面相逢时 都恭恭敬敬的 没有敢正面看他的 每到秋天 小二就出钱让村中不能下地干活的童子 去采苦菜和寄草 二十年中都是这样 野菜已经堆满了楼中所有的房间 大家暗地里笑他做无用的事 不久 山东发生大饥荒 粮食稀少 以至于出现人吃人的惨状 小二于是拿出储存的野菜 与粮食掺在一起振寄鸡民 附近的一些村民全靠他才得以活命 没有出现背景离乡 四处逃荒的现象 玉米